晚清老照片 晚清老照片记录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本文刊发一组晚清老照片 我们一起看看 一百多年前的社会面貌和人物形象 这位官员坐马车出行 不仅有车夫伺候 车前头还有顶马引路 顶马及骑马走在对列最前的差异 作用在于驱散党道的人群 以显示官员的威风和排场 清朝男子替发续变 异国人士对此颇为好奇 这几个青年人映摄影师的要求 展示自己的大辫子 左边那位解开头绳 散开过腰长的头发 又浓又密 有点让人羡慕呢 话说回来 这种长发不方便打理 很容易滋生卫生问题 独轮车推着走更省力 他为什么犯傻要挑着走呢 他不是傻 而是精明 晚清有一个现象 即车辆过桥 要征收一定数额的捐税 如果把车拆了挑着过桥 就免了这笔费用 因此 他这么做是为了合理避税 这张照片在颐和园排云门前拍摄 慈禧太后正拿着镜子整理头饰 搔手弄姿 气质这一块拿捏得稳稳的 左翼女性为光绪皇后 她在太后面前谨小慎微 挂言少语 后排男性为大太监崔玉贵 养英本是八旗的习俗 后来逐渐扩大到民间 为很多富家子弟所追捧 属于一种奢侈消费 由于有稳定的需求 因此形成了一个 补英、兽英、训英的行业 英的训养不仅存在于民间 也存在于宫廷之中 握着一些名贵品种 比如海青 献给宫廷英药处 可以折银三十两 另外还将获得一十两 毛青布二十匹的赏赐 清朝禅族之风 在历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男人以自己的恶趣 为审美让广大女性 承受了缠足的痛苦 当时民间存在一种情况 天族女性很难找到婆家 淮北一代以前流传着 这样的婚俗 看新娘 要看脚 小脚才能嫁到好人家 大脚嫁到婆家就会受气 这体现了当年的大脚骑士 1910年 君资大臣赛涛 左四赴德国考察陆军 与随行梁碧 左二 哈汉章 左三 及德国军政要员合影 清朝灭亡前的一零年 朝廷组织了很多次对外访问 学习先进经验 试图拯救日暮图穷的清王朝 但最后都是徒劳的 这位母亲衣着光线亮丽 带着两个孩子在照相馆拍照 照片展示了早期婴儿车的结构 车轮较大 看上去很笨重 不过其设计已经考虑到细节 安装了可拉开收起的遮阳棚 照片中三位年轻女子 面容娇好 装扮精致 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洋酒 凸显了一种时尚 前卫的格调 当然只是摆拍道具 另外 额前中芬的头发 修身的凹裤 都带有鲜明的晚清时代 尤其是清朝最后一零年 特色 传统的糕点 传统的包装 难免勾起人们的怀旧心力 现在的糕点在包装上绚丽多彩 但吃起来就没有回味无穷的感觉 虽然鸦片战争之后 照相机就传入我国 但普及的速度是缓慢的 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 都难得一见 因此 当有人扛着照相机来到屈服 当地百姓大感好奇 立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观看 在没有化肥的晚清时期 粪便对农耕有着重要的意义 很多农民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在空闲的时候 都会四处减食粪便用以肥田 积攒得多了 还可以出售 赚点零花钱 一个晚清女人躺在床上抽大烟 欲仙欲死 一个背对着镜头的官兵 头发凌乱 穿着邋遢 要不是身上的衣服 写着一个兵字 还以为是一个乞丐 当兵的竟然都这样 清朝怎么会不灭亡 晚清的一个贵族大家庭 妻妾成群 子孙满堂 晚清贵族人家的大人和小孩 都穿着华丽的衣服 吃得白白胖胖 而普通百姓就很多都吃不上饭 在清朝末期之前 问斩罪犯还会有官员担任兼斩官 但到了清朝末年 犯人常常在大街上就直接就地处决了 途中站在犯人旁边的平民 则显得呆滞 毫无反应 照片为清末民初时期的皮影戏 据史料记载 皮影戏始于汉武帝时期 后来在唐宋时期得以兴盛 而随着历史的进程 皮影戏的观看方式和演艺水平也逐步提升 在清朝时期 皮影戏这门艺术达至鼎盛 一群男人在好奇地看着皮影戏 最开始英国人将鸦片走私到中国 出售给满清的富裕阶层 而满清的富裕家庭逐渐对这种能带来短暂快乐的东西上瘾 因此很快舅舅接受了鸦片 在当时的富贵阶层中 不只是那些有钱的地主们 连很多当官的人家 也对这种黑乎乎的鸦片都喜欢得不得了 而对于那些贫困的人来说 随着鸦片的盛行 也慢慢地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 挣到点钱就会拿去买点鸦片来吸食 这是一对满清公子哥 一边揽着女子一边吸食鸦片 对于有钱的人来说 除了斗鸟逛窑子 吸食鸦片也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挖过联军攻占北京城期间 联军军队进入皇城 此后紫禁城各门区域遭到了侵占 皇城由于慈禧光绪西桃成为了无主之地 等到1902年慈禧光绪回卵时 紫禁城因为无人打理而变得破败不堪 这是清末的一个带着家的男子 滔头头发已经荒芜 但油光可见的辫子还在 这样的穆家是古代最常见的刑具 既可以防止犯人逃跑 又可以让犯人受折磨 这是矫刑架 犯人站在砖头上 时刻得拿捏好平衡 苦不堪言 一番折磨后 筋疲力尽 势必把砖头蹬翻了 就被绞死了 此男子面带微笑上脚刑架 视死如归 箱子里的女人 这个大箱子也是固定犯人保持一个姿势 累死为止 此照片拍摄于清末蒙古 拍照者备注说 女子因通奸处以此行 这样的刑法 主要是让犯人示众 把箱子放在外面 任人观看 也有人可怜他投以失误